第四百二十三集 我可是一个废体 你这样帮我不知啊 我独飞又不是一个矫情的人 实话实说我有一种直觉 觉得你可能会打破荒谷圣体的诅咒 想想看 如果有朝一日 你成为一个大成的荒谷圣体 我下半辈子都不用修炼了 照样可以横行东荒与中州 只要你再世一天 我的子孙后代都可以横行天下 大成的圣体 怎么可能活上万载吧 如果我一生都只能止步于 道宫秘境呢 你要是突破不了 到时候就将万物母气顶送给我 正好让我补齐吞天罐的盖子 独飞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说 大黑狗出现的地平线上杀气腾腾 他老老实实的睡一觉 却让人砸个鼻青脸肿 不爽到极点 我现在就离去啊 多在一个月 少这个半个月 必然会回来 齐方圆绝对没问题 图飞说到这里 咬的一声冲天而去 大黑狗黑着脸跑来 盯着叶凡神色不善 我怎么突然觉得 是你干的 我干什么呀 叶凡装糊涂 少装算啊 妈的 数万斤中的巨石从天而降 将本黄拍在下面 一般人做不出来 大黑狗的秃尾巴快竖到天上去了 叶凡死不认兆 总算是蒙混了过去 避免了一场人狗大战 石宅已经重建完毕 处在青山绿水间 一座座房舍很精美 比以前要好了很多 最重要的是环境的变化 少女与孩童最为高兴 每日都可以泡在青泉中嬉戏 再也不像过去那般 整日面对风沙 宅外的石头堆成了小山 不过大多都是地基石等 叶凡将原石寨的所有石头 都搬了过来 生怕遗漏什么 叶凡与张五爷忙碌着 从乱石堆中将那些石碾子 石堆石墨挑选了出来 总共有五十多件石器 大黑狗呢在旁边虎视眈眈 生怕错过什么好处 叶凡问道 老爷子 你确定要切开 切吧 我倒要看看 祖宗留下了什么 叶凡动手 连切了三个石堆 都是废石 什么也没有 张五爷也亲自动手 解了四个石锁 同样没有收获 两人面面相去 难道是我们猜错了 那个老道看走了眼 这么小心做事 一口气都拍碎 痛快一点 大黑狗催促 一边待着去 叶凡瞪了他一眼 突然一股香气酿出 如蓝四射 沁人心脾 嘴到人的骨子里 是什么味道啊 果然是狗鼻子最灵 黑黄几乎快趴在石碾子上了 口水差点溜出来 切出东西来了 张五爷神色凝重 他正在切一个石碾子 香气正是从石缝中溢出来的 叶凡 叶凡心中一惊 扔下手中那个墨盘 凑到进前来观看 这可真是怪事啊 切石头怎么会有香气溢出呢 不会是封印了什么 太古生物之类的东西吧 他的手指闪烁金芒 失忆张五爷退后 他将石碾子接到手中 大黑狗探过来硕大的头颅 也死死的盯着 吃吃吃的 石血纷飞 很快 石碾子外的石皮被剥落了大半 叶凡发现有水迹溢出 张五爷方才用力稍微大了一些 这个石碾子很脆 炸开出一道裂纹 水迹是从这条纹络中流出来的 香气也源于它 大黑狗方头大耳眼塞同龄聚精会神的盯着 切出宝贝来了 叶凡小心的剥落石皮 最终从碾子中心抛出来一枚肉果 呈粉红色 有点像桃子 大黑狗有点沉默结舌 这肉质的 这是什么东西 叶凡心有疑惑 他越过原天书 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记载 张五爷也有点目瞪口呆 感觉不可思议 香气正是这枚肉果发出的 它的皮已经破了 一半的透明液体留在了石碾子上 芬芳扑鼻 让人忍不住想一口吞下去 大黑狗双眼放绿光 这么行 该不会是长生不老果吧 张五爷闻言心中一动 祖辈有言 石中风的东西不局限于原 叶凡盯着这些石器 这些应该是天下少有的其实 里面的东西不可预测 在原田书中 没有这样的记载 这种肉果超出了石料的范畴 只能归为其实 恐怕原田师留下的这些东西 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张五爷变色了 这果子颜色变了 香气也淡了 怎么回事啊 粉红色的肉果 渐渐的变成青色 香气的确暗了很多 大黑狗着急 赶紧吃掉 不然的话精气就散没了 叶凡有些不确定 这种东西能吃吗 他以手指 沾了一滴液体 放进嘴里 一刹那间 他感觉苦到不行 差点扬天长笑 苦到极致 他的舌头一下子就麻木了 接着有天旋地转的感觉 差点栽倒在地上 大黑狗迫不及待的接了过去 吭吱一下子咬下一块 连水带皮吞到口中 给我尝尝 下一瞬间 大黑狗像抽风一般狂叫不止 使劲的向外吐 接着是口吐白沫 躺在地上开始抽搐 张五爷彻底被吓住了 他本来也想尝尝的 以为是什么肉质鲜果呢 但此刻却必如蛇蝎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叶凡才恢复过来 不再晕血 他骇然道 这什么果子啊 此刻 大黑狗快变成一只死狗了 只有四只还在抽搐 口中不断的吐白沫 叶凡为他检查 觉得性命应当无忧 不过这种状态却相当糟糕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复原 他扫尸剩下的石器 第一次感觉到事态的严重 这些都是原天师留下的奇珍 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用处 还是不要再切了 等将来了解后再动手吧 叶凡隐约坚决的 这些可能是了不得的东西 施龙老倒要找的 可能就是这样的肉货 这多半是无价之宝 现阶段不了解 绝不能再妄动了 张五爷说道 这块石墨已经被你切开 还是抛开看看吧 其他的石器保存起来 叶凡点了点头 早已切开树剑石器 却只抛出一枚肉果来 这个磨盘不见得能够切出东西 可是当他剥落石皮切到磨盘中心时 却射出了万道神王 绚烂夺目 让人睁不开眼睛 这一切太突然了 多层石衣落地 石心如一轮小 太阳无法正视 泪水会不由自主地往下躺路 张五爷将头扭向一边 这是什么鬼宝 难道是神缘 他双目微肿 被神王刺痛所致 难道真的切出神缘了 这也是叶凡的第一念头 心中砰砰直跳 他现在最缺的就是缘 他眯上双眼 小心地观察 这是一粒很小的珠子 只有黄豆粒那么大 成光之化 不像是有形之质 似是一小团最为神圣的光源 将石心完全拨开 这粒光源竟不沉落 悬在空中非常的神异 他像是天地的一点本源 让人忍不住去亲近 张五爷不敢正视 以余光观察 不由自主伸出粗糙的老手去触摸 这一切都是下意识的动作 就连已经昏死过去 在地上抽搐的大黑狗 也一边口吐白沫 一边向这边挪动了两下 像是被招引一般 叶凡也可以确定 这是开天辟地之处就存在的灵气 所形成的源 是这个世上稀有的真品 永不沉醉 拥有最纯粹 最本源的天地精华 让人忍不住顶礼 这一切都是神源的特征 与原天书中记载的一幕一样 这是叶凡第一次触摸神源 指尖传来圣洁的气息 让他浑身舒坦 如暮春风 暖洋洋的 肉身像是在接受洗礼 这就是神源 拥有不可思议的神晓 是让圣地都要为之争抢的神物 每一次出世都会惹来天大的风波 不过 这块神源太小了 只有这么一小粒 与封印有太古生物巨大的神源块 相比真的有些微不足道 但是 它绝对是吸针 一旦传扬出去 会让很多人都大破头来抢